收拾股 对了 这个也是我想说的 首先问一下马 近期未来会过年 有没有去shopping买东西 这些难得事不明 近期如果走铜锣湾 或者一些购物区 都见到擠满了人 很多游客或者香港人 都要拥着去买白点货 所以现在的铺租的升幅都显著 举例好像是铜锣湾罗素街 我想可能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UA气院 将来会搬上12、13楼 因为LV 即是国际一个知名的品牌 就会租了它的地埔 去到2000万月租 挺厉害的 所以都见到 租金的升幅那么显著 所以收拾股 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呢 我想收拾股 也是一个考虑的 有时比对起 地产发展股来说 更加在防守性上面 或者派息上面 可以比较吸引一些 最重要的是 暂时 虽然我们过去的一年 大家都说 一路有勾诈的问题 美国经济不是那么好 但我们见到 市面上还是相对旺的 你见到租金 都不是很肯回落 这些也是对于收租股 有个帮助 毕竟收租最主要 要看它的物业组合 容易有优质的物业 容易在组合上有所提升 这些是对它的回报 比较重要的 如果在众多的收租股当中 譬如九仓 还有太古地产 等等 欺慎 那你自己的心脆 会有哪些 我想如果那几个里面 可能会选 最近是介绍形式 分拆了出来的 太古地产 毕竟它整个时机上面 之前有几次想分拆 但是拿不到 那时那么好的时机 相对来现在 可能市场的反应 比较冷淡 我觉得过一段时间 大家重新认识 可能都会是一个 挺好的选择 那太古地产 是否现价投资者 可以留意 其实可以试试 好啊 我们说完收租股 接着要问一下 Mark的利市股 那将来过年 有什么心意 可以推荐给投资者 总要是农年 会不会跟消费 救物 或者跟小朋友有关 农年 我会说 有一只叫做好牌子 1086 那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 会是 其实在过去 已经开始见得到 刚刚早阵子 已经是大家 赶着结婚 接着可能 就会赶着生 龙仔龙女 那相对来说 我觉得这个需求 都会带动得到 那当然 除了是农年的需求之外 本身好牌子 他们的产品 都某程度上 受到外国的买家 是欢迎的 那我相信这个因素 亦都是支持到股价 那暂时来看 现价我觉得都是吸引的 那如果呢 除了好牌子之外 会不会还有其他 可以介绍给我们的观众 如果从一个 就是比较保守 或者收拾的角度 我觉得 941都是一个 可取之算 毕竟它 在股值上面 比对其他 内地的电信股 它是最便宜的 那它现金实力 最充裕 还有一个派息 都不错 我想有机会 如果大市继续升 作为一个重榜蓝筹股 它都会跟自己一起升 你说到941 我就想到联通 因为联通 在内地发售iPhone4s 不过呢 看到虽然是这样 但是它的股价 其实不太升 反而还有跌 原因之一 就是可能市场 都担心 会有一个补贴的费用 所以联通 和941比 中移动 我想你的选择 都会选中移动 很明显 因为去年联通 就排赢了 但是它过去一两年 一直用一个 比较高成本的方法 去抢市场 成功了 不过呢 令到它的毛利率 就是会受压 那我反而觉得 如果纯粹从估值来说 联通是那么贵 而这个中移动 是那么便宜的话 在今年 有可能会有一个收窄 那令到变相来说 资金就由中联通 流去中移动那里 嗯 好啊 最后我都想问一下 就是一些黄金类的股份 但是你知道过年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会想一下 买金的嘛 那现在都见到 金价的升势 都是 就是有人就认为 可能在2012年 金价的升势 会放缓 但是也都有人继续看好的 你自己看不看好 我属于是 长期的要看好的 长期看好 畢竟它那个 就是世界经济的环境 仍然是偏弱的时候 我相信央行都继续要 日益子 那货币工业增长 那对于这些实物 尤其是黄金那样 那应该的需求 是继续有的 嗯 那如果是真的黄金类的股份 你自己的建议会是哪些 如果你是真的想跟贴金价 那ETF是最贴的 但是相比之下 如果你说要爆炸性的话 当大市是做得差不多高 而整体的气氛是好 再加上炒金的话 那我相信 就是要看招金 就相对来说 比较跟得近 招金的 好啊 那最后还想问一下 Mark 就是呢 来着我们的农年 那到底的投资策略应该如何 我想农年呢 基本上呢 对投资者来说呢 要记住那条龙呢 代表中国呢 那我相信过去那一年 那个焦点放在欧洲那里 但是既然欧洲已经说到门了 那大家可能呢 就会将焦点 放回中国经济 那个放缘的情况 那所以如果我们大家 买股票的时候呢 既要保持乐观 但是另一方面呢 不要太过高追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未来的焦点呢 是否就是要将焦点放在内地 就不要放在欧洲那边 但是这样呢 欧债问题呢 现在暂时都还未解决的 虽然都有一些利好的消息 譬如说呢 希腊可能和他的私人债权人 即将会达成协议了 那到底 未来的焦点应该放在哪呢 我想整个世界呢 去年是会将个重点放在欧债 那但是呢 今年呢 对于美国或者其他很多地方来说呢 都是一个大选的年份呢 那它会是有一个比较 将个焦点移去其他地方 令到大家不要那么关注 本身譬如经济不好的地方 那我想就 中国它作为一个 那么庞大 都是那么多人注视 那但是最近开始呢 告诉大家听 经济开始有放缩呢 我想会是成为很多人呢 关注的地方 好啊 那你建议呢 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应该是怎样呢 回到来之后 譬如科远加啦 大家应该留意着些什么的板块呢 我想最直接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手上是有货的话 你应该慢慢在高位上噴出来 因为我相信呢 过了这一轮呢 有可能慢慢再回落 那之后呢 大家又可以再重新寻补 那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 我也是建议买防守性 可能是一些高息的 譬如刚才提过 其实941也是一个选择 或者是某些防托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 好啊 多谢妈妈的分析 妈妈 今天呢 我叫了我自己一杯 你这个呢 就是Jean Devon 那我就预祝你新年进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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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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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